孫樂欣 2011年跟前妻小林是靈魂 選真離婚之後 2014年先上車後補票 取得藝人鍾馨儀 並剩下女兒小乖 即將於本月25日補辦婚宴 抗西方藝人蔡康勇 陳漢典等人也都會出席 雖然女兒都快一歲了 新婚之夜 再做的還是會做吧 喔 新婚當天 我是希望她可以不要載 我希望她可以坐車回家 你說這麼快要有第二胎的意思嗎 新婚之夜要做什麼 這件事情我覺得順其自然 因為現在沒辦法先不停 孫樂欣2009年請辭的康熙來了 外傳她當時離開 是為了到前妻馮媛甄跟蔡康勇 搖搖搖搭檔主持著節目擔任製作人 但也有一說是因為跟王偉忠 沾刃所鬧不合才斷然重去 康熙停播啊 任何節目都會開跟停啊 那生命週期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華麗的轉身 跑過被大家是嫌棄的走 我覺得這一刻停止 也許不是壞事情 那我們可以期待下一個好的作品出來 和蔡康勇私交勝賭的孫樂欣 也證實蔡康勇離開康熙之後 即將回到電影圈發展 我就我那前月圖爆章打自己的話 的確是就是去拍電影 那他已經討論拍電影這件事情很久 然後這次他進行一個夢想 那我反而會 與其很萬幸康熙不在 我反而會很期待 康熙的電影圈 故作會是什麼 報道 新婚當天我希望她可以不要載 我希望她可以坐車回家 你說這麼快要有第二天 是熱胎的意思嗎 新婚之業要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順其自然 因為現在也沒辦法先補平 孫樂欣2009年 請自助康熙來了 外傳她當時離開 是為了到前妻 馮媛甄跟蔡康勇搖搖搭 主持著節目擔任製作人 但也有一說是因為 跟王偉中詹仁雄鬧不合 才斷然重去 康熙停播啊 任何節目都會開跟停啊 那生命終局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 華麗的轉身 好過被大家是嫌棄的走 我覺得這一刻 停止也許不是壞事情 那我們可以期待下一個好的 作品出來 和蔡康永私交勝賭的孫樂欣 也證實蔡康永離開康熙之後 即將回到電影圈發展 我就那前閱讀報章 雜達記者的話 的確是就是去拍電影 那她的確討論 拍電影這件事情很久 然後這次她進行一次的夢想 那我反而會 與其很萬幸康熙不在 我反而會很期待 康熙的電視 步驟會是什麼樣子 對 對 對 by bwd6